哈哈哈 嗨 大家 哈嘍 今天是久違的約會VLOG 然後呢我想說因為我們很久沒有出來約會吃飯了 那來拍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歐巴要挑戰今天的約會都只能用中文對話 就他剛剛還去加班回來 然後現在呢要再繼續跟我一起用中文挑戰 約會一整天約會半天啦 因為現在已經是下午了加油 無言 無言 你竟然會說無言 因為我們兩個相處的時候都是用韓文比較多 然後我爸在台灣生活了五年多 就是因為我怕他在韓國生活太久 中文都會忘光光 這樣很可惜所以不行 我們要適當的來練習講中文好嗎 好的 走吧 我們要去吃一家很有名的披薩店 欸他沒有開啊 他是休息時間啊 他今天沒有開啦 今天禮拜六 對 好去下一家 看一下今天的OOTD 韓國上班族look 我是一般人look 走吧 耶啊 有一個小餐車賣這個耶 SOTO SOTO跟章魚燒 還蠻多人的 感覺還不錯喔 這店很有名嗎 嗯好像蠻有名的 我看評分很高 幾分 4點6分 4點6分 在韓國我找餐廳的時候 基本上我也會去他的Never Map上面看評分 通常大概4點3以上的 我都會覺得應該還不錯 就會想要吃吃看 有花 你要買給我嗎 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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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我們要吃的就是這一家 GOGO 好像客滿耶 點餐也是用平板 點餐也是用平板 來啊用中文對話 我喜歡 這就是老夫老妻的吃飯日常 無話可說 你在韓國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 我喜歡的就是 就是 就肉湯 跟我一樣 跟你一樣 因為用些我最喜歡的 原本就是用些我最喜歡的 原本就是你最喜歡的 所以是我搶的你最喜歡的 對啊 喔 夫唱夫誰 不知道 知道 你知道夫唱夫誰 夫唱夫素 就是韓子 喔 好厲害耶 耶 Pizza上來囉 感覺很好吃 哇 我們點的是 夏威夷跟 這個什麼 拉骨 拉骨口味 拉骨口味應該是 肉醬跟 它這個是 焗烤義大利麵 開動 謝謝 休息點囉 我在韓國很久沒有吃披薩的 吃起來出來他們家的餅皮是現做的 很Q的感覺 嗯 感覺超燙的 很濃的那種奶油的義大利麵 但是它的量沒有很多 感覺只吃這個義大利麵是不會飽 好的我們吃完了披薩了 現在呢要去隨便找一家咖啡廳進去吃甜點 因為天還蠻亮的 還沒到晚上 所以想說去個咖啡廳做做好了 很久沒有一起去咖啡廳了 很久沒有一起去咖啡廳了 現在幾點 應該五點 五點吧 那 請到 哪裡 後面 你要去那個甜浦咖啡街那邊喔 對啊 尋找咖啡廳當中 這個招牌 你在好笑老師 我用什麼眼 這家 人氣很高喔 很多人在排隊的 這一帶呢 就是很多以前的那種 舊住宅改建成的餐廳跟咖啡廳 就他們感覺 目前都還是在慢慢的增加當中 這邊又是一個很莫名的小巷 然後呢又有很多人 然後有餐廳 他也是開得很隱秘喔 這樣 哇 我唱啦 等等 我可以去那裡嗎 想念嗎 就去那裡嗎 有一種 復古的感覺 發現了一個生命的地方 可以嗎 他在外面和外面和外面的空間 在外面里長期間 如果不讓他去做的 我會是在外面和外面的工作 我會問他 他在外面和外面和外面和外面 他在外面和外面和外面的空間 他在外面和外面和外面和外面的空間 乾杯 哪有人來咖啡廳喝啤酒 哈哈哈哈 我們來洗腦一下這個鬆餅的味道 不用說話 很好吃 吃吃看 哈哈哈哈 好尷尬喔 這家咖啡廳也是隱藏在一個很隱密的小巷裡的舊住宅 它裡面的裝潢也是很複膩 音樂也很複膩 這一集說要用中文來拍片 結果我們都沒有在講話 哈哈哈哈 好無聊喔 背心就在這個小巷裡面 是不是真的很隱密 就是住宅區 然後這個大叔就是在咖啡廳沒有辦法坐 超過一個小時 我們坐了四十分鐘就出來了 好舒服 久違的又要來拍個照 很久沒拍了 第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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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嗎? 不錯嗎? 我覺得還不錯 來拿上次我爸來買的西裝 結果出來逛街都是買上班的東西 來逛一下家居用品店 這一家在韓國算是連鎖店 他雖然都開在百貨公司裡 可是他的價格其實不太貴 所以還蠻喜歡逛 而且他的東西都很可愛 你看這個杯子 好可愛欸 還有這個碗 喝酒用 這些好可愛喔 這也不會很貴欸 沒有興趣的人 來逛超市 這個是在這家百貨公司裡的超市 我也是第一次逛 草莓 一萬二 有點貴 你要嗎 水梨對喉嚨好吧 有嗎 這家超市呢 是比較高級的超市 所以價格比較貴一點 就是要有果然呢 很貴重的 超市場的 口號 老人 你剛好嗎 dream about the fear